印度最高法院宣布對變性人在法律上給予承認 承認他們具有第三種性別,享有平等權利 在星期二的這個歷史性判決 指示聯邦和各州政府將符合條件的變性人 納入為窮人提供的福利項目 有關當局要求所有官方文件 除了男性和女性之外 還要備有一個標有變性人的欄目 活動人士讚揚這項判決 表示這個會有助於向印度 這個傳統國家內長期被邊緣化的人提供平等權利 變性人在印度已經有幾個世紀的歷史 他們經常成為仇恨犯罪的對象並且受到歧視 由於這些原因 變性人感到他們處於社會的邊緣 淪為窮人、靠黑土和賣淫為生 在這個裁決宣布之前幾個月 印度高等法院恢復一項19世紀的法律 暢道和性戀權利人士對此表示憤慨 質疑